你这种行为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了 我真的要去检查 我真的是很不负责 我跟你讲 老爸老爸年纪大了 你要是垮下来 这个家就垮了 老妈身体又不好 老爸要帮我们带娃 这家不就靠我跟你啊 你垮了 我一个人只能洗这个家吗 我一个人养得起三个五少孩 养个娃 还养一个身体不好的你 我养得起吗 我感觉我的肾有问题 之前测的尿检测的是蛋白质二角 蛋白质二角我收了一下 医生也说了 像这种情况要注意 要不然谁往那个尿肚镇 或者是肾衰竭 这两个方向发的 那你知道还不会重视 经常去医院查也查不出来 你要不就去上海 上海不去太远了 再去查一下这个肾 我命要紧还是什么要紧 我就感觉这个肾有问题 肾虚 尿不禁就是肾虚啊 咳嗽 咳嗽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咳嗽从去年开始 从去年11月份 从去年11月咳到现在 顿顿续续 一会好 好一段时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什么病啊 哎天啊 那我明天 我明天去人民医院看一下 然后再考虑 还有你问的那医生上 你们说贫血吗 也不是贫血又晕的 你们去晕的吗 看一下怎么行啊 他上去晕的 我今年今年有两次一次晚上抓机的时候我晕的直接差差一点躺在地上躺了将近二十来分钟才缓过来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头晕我晕的也不行就两次今年两次头晕我当然是头晕一晕全身出汗全身发力没一点力气今年两次了第一次没跟任何人说麻烦啊你就超过时间去点 一天去人民医院就在我们本地然后再考虑是去上海还是南昌最好是去上海检查一下你下次去吧我带你去吧 你三个保不住 你就是不果断本来前面就要去 他都是把保住了 一天到本地然后再决定去南昌啊南昌看结果然后再去上海好吧 我也知道我垮了的话我想问一下我垮了的话你们会带着三个小孩走吗还是自己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自己一个人走他带着三个小孩走那你那老爸老妈没有经济孩子那老爸老妈怎么养你三个小孩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自己一个人走你们就跟你讲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又开始咳嗽那你这么一说让我们重视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不想上半辈子挣钱下半辈子去医院把钱全消费在医院里面 不想这样身体坚强不定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睡觉你睡得早吗睡觉 我的肾应该有问题 蛋白剂二架哎呀 因为腰乱筋真 就是什么腰肌老笋呢 先这样的这 咳嗽咳人 доллар 啊